校草说他胸口不舒服 我抬手一摸 挺舒服的呀 下一秒他愣了 疯狂骂我是变态 我冲上去反手撕烂他外套 罢了个跟了 还不是你在那勾引我 说什么胸口不舒服 什么清纯校草 我看你早就是个破棍了 你 别碰我 校草用力推开我 他抱紧身体 试图遮盖单薄的黑背心 骨感的肩膀如同震翅蝴蝶 睫毛上的泪珠在路灯下晶莹剔透 路边几个黄毛丫头 开着鬼火路过 看到校草后立马停下来吹口哨 罢根了好正啊 猴杰真大 照都照不住 多少钱一晚啊 五百够不够 说话呀 亮地 校草浑身一颤 我饶有兴致看着校草 在黄毛下车瞬间 校草终于忍不住了 他攥紧我一百哀求 帮帮我 我笑笑说 让我帮忙 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他咬着唇眉说话 我提醒 你想好 是跟我一个人 还是四个人 他闭了闭眼 泪珠滚滚落下 一个我只和你 我闻言不再为难他 往前一步挡在他身前 冲着黄毛冷声说道 没看到老娘 在教训自家男人 烂棍再烂 也是自家的 你们跟来瞎叫唤什么 围首的黄毛 瞬间没了笑容 这真是你男人 姐妹不会是想吃毒食吧 这也太不母平了 实在不行一起玩呗 我们凑钱给你 校草捏我的力道 更加用力 我也不笑了 掏出一把军刀 在手中拔完一圈 听不懂人话 黄毛被吓了一大跳 回过神后 气急败坏 不行就不行 拿刀干什么 死跌跌枪 打不过就完刀 真丢我们羊们的脸 说完脆了一口 漫漫咧咧的离开了 二 街道重新恢复安宁 晚风邪果秋夜 萨萨作响 被刚刚事情吟闹 我酒醒了大半 校草也是松懈力气 靠在墙边低头捶泪 她衣不避体 像被人蹂躏一般 胸肌因为摩擦起了一片红印子 随着呼吸不断起伏 要不是遇上我这种正人淑女 怕真会被人在原地办了 我择了一声 将外套托给她 她愣了愣 穿上外套 你刚刚 喝多了 你别往心里去 她垂下睫毛硬了声 所以 不用了吗 嗯 她没回答 我也没继续问 自顾自在旁边点了根烟 又过了好一会儿 她突然低声说 其实 我可以的 校草不敢正眼看我 然而泛白的止骨 透露出她的紧张 我很快明白她在说什么 是刚刚救她的代价 我笑了 果然 男人就是矫情 刚才还一副真烈样子 这会儿都急着头怀送抱了 好在我也想完了 我挑眉问 小孩 不后悔 她点点头 我轻吃了声 直指一旁宾馆示意 跟我来 她瞬间羞红了脸 闭上眼 像是认命了 三 不得不说男大就是殆尽 这些年 倒贴我的男人不少 校草配招妹 绝对是最青涩白嫩的那个 她脸皮薄 稍一动作 就浑身泛粉 年轻紧致的胸肌不时轻颤 哀求时的低语像醉裂的美酒 今晚是我这几年来 最尽兴的夜晚 事后我给她闪购了避孕药 她顿时脸色苍白 无力看向我 一定要吃吗 我想留着 可以吗 我抖抖手中烟灰 平静看了她一眼 这一刻 我知道她已经爱上我了 男人的爱就是这么莫名其妙 明明是我害她被人调戏 她却只记得是我救了她 可惜啊 可惜我不是什么光正伟的因此好父 我一个大女人 年纪轻轻的 干什么不好 非要在一根草上绑死 你是个好男孩 我不想耽误你 我倒了杯水推给她 她像是强颜欢笑 没事的 我不怕被耽误 可你已经是二手的了 我冷笑着瞥了眼她下面 随便跟女人来宾馆 也不怕得病 我可不会追你这种不自爱的 说完我不顾她惨白的脸色 从全身抠出五块打车费给她 没多停留就离开了 四 本以为那番话会让周招妹死心 结果这天之后 她时不时就来宿舍楼下找我 宿舍几个姐妹眼睛都看直了 她爷爷的 周招妹这腿 这胸 这猴结 真有料啊 谁能睡到她 这辈子算是直了 周大校草一个小爷们 天天来我们女生寝室 晃啥 找月呢 你们发现没 周校草眼尾更傲了 像被滋润过的 不会偷偷破蛋了吧 我懒得听 下楼去食堂 坐下没多久 一对弹性胸肌 踢上我后背 少男爽朗朝气的声音响起 喂 瞧京度 你最近都去哪了 怎么都不打游戏 我回头一看 是我带着一个小学弟 五 这学弟很有钱 他烫个微分碎盖 穿身V衬衫 皮肤也白 浑身上下名牌 天天不是追求星 就是游戏课金 也不知道找了多少干妈 赚到的这么多钱 我瞧不起他 但我不会说出来 因为他给钱足够大方 稍微哄两句 就会送游戏皮肤 比如现在 这顿饭钱 肯定是他请了 吃饱喝足 学弟又贴上来 用手肘碰碰我 今晚去网吧开黑啊 我玩辅助 我视线顺着他的红唇到喉结 在下滑道 几乎能一览无余的腹肌 按骂了句当夫 辅助 你个男的 能否明白 他不乐意了 瞧不起我呀 我辅助贼6 那我考考你 对面选猫咪辅助的时候 你选什么队线 他愣了愣 答不上来 我和善的指点他 就是还辅助呢 都和你说了 辅助很难的 还不如老老实实在家里刷野怪 别出去惹事 等下被打了 又要生气了 在外面拼伤害 是我们女人的事 你们男的打打野怪 等了我们女人拼鞋以后 来捡人头不好吗 学弟桃花眼浮现一层雾气 高挺的鼻子皱了皱 开始撒泼 让我玩玩怎么了 我就要玩 他一个劲儿抱着我胳膊 在他腹肌上蹭 我火都冒上来了 憋的 故意的是不是 真想直接把他在这里办了 最后我拗不过他 让他玩了把辅助 顺风局打成大逆风 扶了这小爷们 6 学弟大概也自知理亏 走出网吧后 他从包里掏出一个手表 送给你 你看看喜欢吗 我看了一眼 都不知道怎么说 这种爷们嘎嘎的东西 带出去不怕被人笑死 可我还是收了 因为他送的都不便宜 还行 我评价的 真的吗 学弟漂亮眼眸亮了亮 黑眸好像划过一道流星 要不要我帮你戴上 不用 为什么 你不会放转转上回收吧 那我以后再也不送你礼物了 我没放心上 反正挂上去 他也不知道 别多想 我们女人哪懂这么多弯弯道道 就是舍不得戴 那就好 学弟低头看着我笑 笑的时候露出了一颗小虎牙 真好 瞧京度 认识你真好 你是我认识的最有海洋的女人 你可能都不记得 当时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没带伞 被淋湿了 他跟跟叨叨说着 秋天的夜风轻柔吹拂 他的绸缎衬衫贴在身上 伸出他宽肩细腰的剑朗身段 有时候我会想 身边多个这样精致的小男人也不错 可也只是想想而已 我一个临近毕业的大女人 有手有脚 肯定要先忙事业 不能被男色掏空身体 快走到学校后门的时候 学弟突然喊我名字 我脚步停顿 随后好像有什么蜻蜓点水一样 略过我嘴巴 再抬头看 学弟已经挥州手跑远了 脸上依稀可以看见一片红韵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啥 耸耸肩继续走 没走两步 又被人喊住 寻生桥见 树下有个熟悉身影 是校草周章妹 起 周章妹站在树下 像跟顾忌坚韧的小白羊 凑近了点 发现她红着眼圈 正在流泪 爹的 最烦男人哭 我一下子就来起 哭哭哭 就知道哭 福气都被你哭没了 老娘在外面打打游戏 又没赌没嫖的 还没到宿舍 就要看你哭 认识这么多男的 就你一天到晚哭 以为自己哭起来很好看啊 有话就直说 一天天摆个死人脸给谁看 我一个女人 能懂你们男人的弯弯绕绕 大哥 我也是人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灰虫 她连忙擦擦眼泪 刚刚那个人是谁 你管我这么多 她又问 你这些天为什么躲着我 烦你呗 还能怎么 她愣了愣 看起来又要哭了 哭 再哭 她没哭 露出个脆弱的笑容 琉璃色的眼睛 浸在水雾之中 鼻尖发红 眉头微微醋着 瞧金度 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 哈 凭什么 我们就是约了一次 你别太当回事了 她脸色又白了几分 只是约 不然呢 我知笑 难不成还把你这种 缝被磨坠回家呀 我不是 你不要这样说我 随我怎么喊 你又不是我老公 管得着我 她悲伤地看着我 瞧金度 为什么别人可以亲你 我却只能被你羞辱 哦 原来刚刚雪地是在亲我呢 这小爷们 我无所谓的说 不知道 你问我 我问谁啊 她声音发颤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说了别问我 要怪只能怪你 识人不清吧 大笑草 我说完倾笑了一声 下次记得擦亮眼睛 天空不知道 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 令她的模样 变得朦胧又潮湿 她终于没忍住 泪水大片落下 一往清冷的眼眸壁上又睁开 转过身仓皇逃走 我没管她 在原地打了个烟 其实 我也不想对这么个大帅哥如此残忍 我是喜欢周昭妹的 第一次远远瞧见周昭妹时 我就有种心动的感觉 后来帮了她一点小忙 我俩有了交集 前几天 她被学生会长带出去参加酒席 途中慌乱的给我打电话 希望我能带她出来 我哪能猜不到她也对我有意思 之后的事情都是水到渠成 只不过 我没想到她这么纯 这么较真 这才第一次 就想着用孩子绑住我了 我都不敢想象多来几次 她的战友欲得是什么样 一个试图支配女人的男人 还是个天天流眼泪的怨妇 谁敢追回家 我给不了她想要的 她也不知道我的过去 这种肤浅的心动注定不会长久 我嘲讽的笑笑 只希望今夜之后 她能够忘了我 爸 这天之后 周昭妹果然没再来找我 我庆幸的同时又有些空虚 后续忙着找工作 这事也没太挂心上 因为学校差 找不到好工作 最后找了个片场端茶送水 空闲时间在出租屋喝喝啤酒 看看帅哥直播 在生活的搓磨中度过一天又一天 直到某天等到短剧封口 我被小组长张姐看中 飘去演戏 据说同剧组的 还有个腿长腰细的网红 都不用多说 肯定又是靠绑一大姐拿到的机会 要不说他们男人好命呢 我这么想的时候 一旁传来慵懒性感的询问声 你是演女主的 就 我压下情绪抬眼 看到后顿是惊了 好正的辣地 眼前这辣地长相简直厌绝 至少能打九分 身材也不错 个子应该有一百九十 一头白金色狼尾碎发 脖子上弄了个黑缝纹身 穿的宽松短衣 下边是包同裤 故意露出一截雪白腹肌 爹的 穿正不正经勾引谁呢 大概就是那网红了 我看的内心一阵血水 起身打招呼 你是李若女吧 我是乔京杜 他淡淡扫我一眼 嗯 我继续搭话 你已经看过剧本了 嗯 这会儿是过来对戏的 嗯 你手好大呀 我能摸摸吗 他眼中立马浮现贤物 滚 我才不听他的 律情故纵的小手段 我见多了 但我也没真的去摸 而是高情商的打入圆场 你看你 又急 开个玩笑 别这么不惊动嘛 这不会有人听不出是看笑吧 他凤眼微眯 希望你学会尊重人 哪里不尊重了 你不要空口无评 就污蔑我好不好 这是身后 其他几个演员也开口 对呀 这么明显的玩笑话 我是男的 我也觉得这话没什么问题 若女 你也太敏感了 你是不是平时毒鸭汤喝多了呀 你这样以后 哪个女人敢追你呀 李若女冷哼了声 瞥我一眼 转身坐下 很快我们几个排列了剧本 剧本讲述的是 女主误入一家权 是男性的事务所 和一百个长相性格 大相近平的帅哥恋爱的故事 我要干的事情不多 就是被抢来抢去 从一个大胸肌上 被抢到另一个大胸肌上 在客观评价他们 谁的胸肌结实 一场下来 有个小帅哥按耐不住 故意摔我身上 放屏时我估计挺享受 可这两年经历了生活的打压 我急着出头 我只好装作手足无措 你坐我身上干什么 你有没有难得 你这样子 我以后还怎么找男朋友 我要给我未来男友手身的 你起来 你快起来 周围立刻爆发出一阵嘀呼 老天奶 世上竟然还有这样的好女人 我怎么就没早点遇到 遇到也不属于你 人家眼睛黏在李若女身上 又是个喜欢网红脸的 哎 李若女月入百万我不嫉妒 现在遇上这种 洁身自爱的好女人 我真的嫉妒了 就连李若女看 我的眼神也有所改变 多了一丝探究和欣赏 我丝毫不意外 毕竟我是个女的 还是个美女 她这种奢侈不深的小网红 看到我肯定早就 偷偷馋的流口水了 怎么可能真的嫌我 我还能不懂男人 小男人就是好哄了 这才哪到哪 就要沦陷了 十 之后我继续和李若女拍戏 她比我想象的还单纯 请她吃了两次烧烤 她就态度好转 打着对戏的名号 天天来找我 我摊在沙发上 故意说她 你一个小男人 能不能别天天跑我这 传出去 我还找不着老公了 她脸一红 你说什么 我这是工作 哦 我还以为你暗恋我呢 她顿时气得胸肌 不断起伏 你想得美 谁暗恋你 鬼才暗恋你 我一把把她扯到沙发上 轻挑地拍拍她的翘臀 你要是真暗恋我 我倒是能给你机会 她惊得凤眼瞪大不少 脸上满是红韵 艳丽的眼眸中 带了一丝不知所措 随后起身匆忙跑了 跑之前还骂了我一句流氓 我在她身后 没心没肺地大笑 这小男人背地里都不知道 勾搭多少绑一大姐 还在这装除 戏还是要继续拍的 后面几天 李若女依旧跟在我旁边 一有别的小男生靠近我 她就冷冰冰地把人盯走 我身旁都快成无人区了 喂 你这样下去 我真的没法找老公吗 你到时候可陪我个 我总间无奈地提醒她 李若女没好气 陪就陪 我一听乐了 你陪得起吗 你知道我要什么样的吗 给胸肌大 八块腹肌 长得帅 身高至少 一米九 她越听越害臊 沉着嗓子低声说 你什么意思 我才不当你老公 谁说你了 最重要的是贤惠 你贤惠吗 你都不会做饭吧 你不会做饭 我把你追回家当花瓶啊 男孩子工资工作都不重要 能顾家带孩子 才是最要紧的 她脸上的红温又急速退下 我继续打去她 而且我都没摸过你胸肌 乃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打 你过来 给我摸摸 李若女沉默至少三秒 随即震惊拒绝 臭女人 你想都别想 然后又转身跑了 我吃笑 小孩 这么不惊斗 姐姐我怎么追你啊 这部戏很快拍摄结束 庆功宴的时候 李若女喝多了酒 让我送回家 她的动机简直太明显 可我是个淑女 并不打算成人之威 何况我已经伤害过一个男孩了 那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将她带到家后 我准备离开 她拉住我 臭女人 你要去哪 我轻浮地笑笑 抱歉啊 我不喜欢你这种肌肉特别壮 还带一身酒味的 说完转身离去 很快 身后传来了她暴躁砸枕头的动静 我笑了笑走出门 然而 大概没人能懂我这个笑容的背后 是多么的孤寂和落寞 这个好男孩 他值得更好的 十一 这天之后 李若女和我生了好几天闷气 最后却仍在社交平台宣传我 直接把我带飞升了 我片酬水涨船高 接了好几个广告 余额直接破了五十万 看得我连连感叹 李若女这样能帮助女人失业的 才是一世一家的好男人 可惜我没法给她一个家 也幸好她没有让我给她一个家 我俩像是心照不宣的 没提及那天的事情 我生活很惬意 直到 我又一次遇到了周昭妹 十二 宫筹交错的名利场 光影扬夜的海滨公园 周昭妹坐在会场中心位置 她穿着宽松的银灰色西装 衬衫领口处打了个白绸缎的蝴蝶结 像一根任人采鞋的交际草 这不是周昭妹这种乖乖男会穿的衣服 这个也不是她会来的地方 我盯着她看了很久 似乎视线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瞥了我一眼 略微正愣 随即惊慌失措的别开眼 微笑着给身旁的女人倒酒 我知道她身边的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比我老 比我丑 但是大导演 虽说我没资格管她 可我没想到 她竟走上了这条路 被老虎保护过的男人 还能看上路边野猫 周昭妹 你真可恨啊 我手中的烟都要捏烂了 深吸一口气 起身往外走 李若女在身后问我 喂 你去哪 我没回答 她跑上来跟我后面拉住我 臭女人 你怎么了 怎么突然生气 没生气 你这表情是没生气的样子 我摸摸自己嘴角 这才发现自己真的挺气的 她跌的 看来周昭妹给我的后劲 比我想象的大 将嘴角下压的弧度抹平 我调女娘当地问 你喜欢我不 李若女那双好看的凤眼 充满困惑 你在发什么疯 干嘛突然问这个 想怨你 给不给 她眼睛顿时瞪大 你疯了吧 我直接拉着她往酒店走 她刚开始抗拒了下 后面不再挣扎 只有低声咒骂我是变态 我管她怎么骂的 反正这一晚 她将全部的自己给了我 和周昭妹不同 李若女很要强 即便是最动情的时候 也是浑身紧绷着 她见瘦的肌肉 很容易绷出青筋 飞凤的纹身 从脖梗一路到腰腹之下 更给她增添几分男人味 眼角悲染的通红 却只愿意发出隐忍克制的闷哼 我很喜欢她的这份要强 但是她以后不用强了 因为她有了我这个 雌虎般的女人的保护 周昭妹 你看吧 你在我心里也没那么重要 13 这天之后 我和李若女确认女男朋友关系 她长得帅 有钱 能帮助我失业 我傻了才会推开她 虽然脾气差了点 可 好吧 我承认我有赌气的成分 但那又怎么样 我一个大女人 难不成只要被周昭妹那个怨妇 给牵扯心神 再冒菌如草又如何 都已经是过去式了 真说起来 李若女还比她好看点 这可是我倾庭的九分男 我恢复了之前玩世不恭的样子 每天看看小帅哥 亲亲李若女的小嘴 在和姐妹们聊聊天 生活很充实 这天中午出门透气 撞见了张姐 她和我打招呼 你和李若女在交往呢 我咬着烟回答 是啊 哈哈 真要你泡到了 这可不行说啊 我是用真心换真心 咋了 说泡她要生气 张姐 冲我台台没调侃 讲句母道话 李若女别的都好 但是脾气太大 追男人还是要选温柔的 她这种自己赚钱的 早就心眼了 真追回家只不准 都要占天花板上去 况且女人越老越值钱 男人才会怕掉价 你急什么吗 我点点头 是这个道理 我俩正聊着 门口突然开入一辆豪车 张姐顿时不笑了 呸了一口 又是那个小母主 真特别的好命 天天开超跑吃大餐 挣有钱 也不跟老娘加点工资 我好奇的问 谁啊 还能是谁 不就是这影视城老板的宝贝儿子 瞧金度 不等张姐说完 熟悉的开朗声音响起 随即我一转头 就被暴入一个 香喷喷的大胸肌怀抱中 瞧金度 你果然在这儿 我都找你好几天了 十四 这声音有点像那个有钱学弟 我推开她一看 还真是 陈俊夭 你怎么在这儿 她一张小脸笑得人畜无害 这是我妈妈的公司 我当然随便来了 说完她扯了扯自己的身体 露出清晰的腹肌 外面好热呀 周围立马一阵倒吸气 张姐疯狂给我答案是 你个丫头 真是厌抚不浅 我都没来得及回 陈俊夭又搂住我胳膊 你快看看 我变化大不大 我看了看她 先前不到185的样子 这会儿都有188以上了 长相倒是变化不大 依旧是也白色的嫩脸 眼睛大大的 鼻子翘翘的 一看就没吃过什么苦 我如实评价 变高变帅了 她立马笑的露出小酒窝 真的 我出过毒眼的时候 还瘦了点 你看得出来吗 哈 要瘦干什么 你们男人就该吃胖点 一个个瘦得跟竹竿似的 摸起来个手 她脸上很快飞上红韵 推我一下 讨厌 谁要你摸了 我内心吃笑 之前天天抓着我手蹭她腹肌 这会装什么唇 不过单说腹肌这块 周章胃的太薄 李若女的太野 还是学弟的最好 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人线都是一流的 这么久没摸 确实有点手痒 我压下思绪轻轻嗓子 不摸就不摸呗 谁稀罕似的 她眼睛亮了亮 不是 你还真想啊 你好讨厌 对了 这么久没见 我们什么时候再去打游戏 我现在已经学会辅助了 我推开门让她一起进休息室 早就不打了 现在忙工作 这有什么好做的 你要是缺钱 我养你啊 这小男人口气还真不小 一点不把我们女人的面子当面子 我按袜了句 不用 我又不是废人 她眼睛都快冒猩猩了 整个人几乎贴我身上 触感所及触 都是凹凸起伏的腹肌沟壳 学姐真的好有上尽心 你还没说呢 这几年有没有想我 我随便敷衍了两句 她又突然扯了扯自己的身V 动作时不小心碰到了猴杰罩 松松垮垮的单线罩子 往下掉了点 露出半个骨感的猴杰 抱歉 我有些太热了 她冲我腼腆的笑笑 里面是不是没开空调啊 你介意我把外山脱了吗 再看不出这爷们小心思 我就太侄女了 我勾唇一笑 刚想说那你拖吧 门外突然传来男人冷冷的骂声 拖什么拖 你那几两肉很好看吗 李若女站在门口 她满是冷霜的帅脸 结合灿白色的头发 几乎要融化在屋外强烈的阳光中 声音更是冷到极致 滚原点 你学姐已经有男朋友了 话音落下 学弟的脸瞬间沉了 十五 什么离原点 我俩又没发生什么 况且学姐一个大女人 做什么还要你来教吗 很快 学弟出声指责 李若女不敢置信 你有病啊 你都要脱衣服了 还没发生什么 就算真的发生什么又怎么了 学姐这种大女人在外面挣钱也不容易 片长又一堆小男生 看见男生在正常不过 你都不会体谅一下 我听得连连点头 这么多年了 学弟这小爷们说话还是这么母道 难怪说 最富当最贤 古人成不欺我 李若女也有点愣住了 过了会儿 咒着没有些茫然的说 但是她自己同意了 要给男友守身 那是学姐给你安全感 你怎么能真拿这个标准去逼迫她 你一点都不体贴 一点也不温柔 李若女眉头皱得更紧 半天后才回过神骂了句 死绿茶 谁是绿茶 你能不能别自己不懂 就污蔑人 眼看着两人要打起来 我连忙劝和 好了好了 都冷静点 两人虽然没继续吵 但气氛依旧僵持得不行 李若女嘴笨 骂来骂去 就是一句绿茶 陈俊腰还在煽风点火 学姐 你男友真的好小气啊 跟个宫狮子一样 学姐平时没少受委屈吧 我还没开口呢 李若女打断 死八宫 你说什么 谁是宫狮子 谁对好入座楼 信不信我给你个大跟斗 我都听烦了 喂 都喊你们别吵了 两个小爷们公公爹爹的 一直在这吵 这休息室是母中场合 又不是我们的大床房 陈俊腰一听 立马乖巧闭嘴 跑过来抱着我胳膊 往她腹肌上蹭 乔京度你现在这么 woman啊 你说话好娘们 我好喜欢 李若女顿时起身冲上来揍她 最后大家闹得不化而散 工作没做完就回家了 晚上 李若女难得下了厨 她不太擅长 但做出来的勉强能吃 吃到一半的时候 她问我 乔京度 我是不是真的不够贤富良富 我打了个宝阁 还行吧 是泼汗了点 能怎么办 谁让姐喜欢你 她脸上染了点飞红 真的吗 骗你干嘛 小孩子家家的 一天天地就知道怀疑人 没 我不是这个意思 她看起来心情好了点 强行 笑了笑 我是知道她的 她学历不高 原生家庭不好 很早就脱离父母出来打工 后面因为长相太好出名 可骨子里依旧保留着一份自卑 平时的暴脾气 不过是她的保护色罢了 但也正是这样 才更惹人怜爱 不是吗 我问她 是今天吵架的事情生气了 别往心里去 她硬了声 笑容苦涩 过了会儿 她终于说出了口 其实 今天我妈爸要我把钱都给我妹妹买房 还要我把自己弄的公司也给妹妹 说什么我一个男人花不了这么多钱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她们眼里只有妹妹 根本没有我 所以我一气之下 和她们断绝了关系 瞧金度 我没有家了 我以后只有你了 你不会抛下我吧 她抓着我的手 眼眸中满是依赖 睡衣宽松的半挂在身上 显得格外艳丽 我正了正 对她说的并不意外 她家庭情况我早就猜到了 否则当初也不会因为 请她吃了两次烧烤 她就从大少爷脾气 变成扭扭捏捏的 但我给不了她承诺 毕竟我心里还有一段故事 你倒迈不过去的坎 我是个有故事的女人 我吃了扣分 不走心的应付说 乖 老婆疼你 16 这个问题很快被我甩到了脑后 因为我向来很会逃避问题 李若女成了影视公司股东 让着全市把陈俊腰弄出国继续读博 周围瞬间安静很多 秋天的大雨落下 我的第二部剧也终于拍完 挑第三部的时候 我意识到了不对劲 这资源也太好了 完全不可能是陈俊腰和李若女 能弄到的 再三确认后 我才意识到 这是周招妹塞我的 我顿时生气了 男人外更换来的东西 我不稀罕 我去找周招妹 她已经住上了高级别墅 和之前不同 现在的她变得金贵优雅 只不过依旧满眼哀愁 她端着酒坐在沙发上 看到我后笑了笑 你来了 要喝杯酒吗 不聊 我是来和你说一声 以后别给我剧本 也别联系我了 周招妹成长了很多 以前听到这话 她肯定会哭 可现在她没有 她平淡地放下酒杯 走到我身边坐下 缓缓地抓起我的手 放到她的胸前 瞧金度 你对我还是这么狠心 谁让你听不懂人话 松开 她握着我的手往下移 只见勾开她睡袍的袋子 我现在学会了很多 别人会的我也可以 你能不能多看我一眼 她一说这个我就来气 我推开她 谁让你学这些乱七八糟的了 你这个骚貂子 就这么饥渴 缺不了女人吗 她平静地笑笑 你知道的 我不自爱 说着她又附上来 让我给你生个孩子吧 瞧金度 是我疯了 还是她疯了 我烦躁的不行 一抹口袋还没带烟 最终泄了一口气 沉默许久 我缓缓开口 周昭妹 这么多年 我们该走出来了 十七 我和周昭妹是大一认识的 她是先生代表 一出现就征服了所有人 可她太孤僻 几乎不和人交流 时间长了就有谣言 说她不干净 在外面有副业 设有这么厚八卦的时候 我大女子主义爆发 冷笑着说 只有最没用的女人 才会造一个弱男子的黄谣 说完转身 看到了站在墙角的周昭妹 冲我笑了笑 像是在感谢我 之后我俩便熟络了起来 她和我说了 她家中女青男的事情 还说自己想脱离这个家庭 我一颗少女心 哪里经得起这种撩拨 当下就暗示自己 能给她一个家 我以为我俩只差一层窗户纸 直到我发现她在会所打工 我顿时气炸了 好几天没理她 这也成了我最后悔的事 我因此差点错过她求救电话 等我发现短信赶过去的时候 她正被一群人摁在地上 我冲上去救她 却被人打伤了手臂 那一天是昏暗无光的 我和她似乎都被困在了那黑夜 受伤后的我接近绝望 以为自己要成废人 没想到最后关头 周昭妹给我交了医疗费 你不会是外来的钱吧 我知道她家没钱 我需要你这种脏钱吗 她愣了愣 没有回答 只是默默流泪 我以为真的被我说中 更是气得不行 从此迷失在灯红酒绿之中 直到毕业前的那个夜晚 我才知道她第一次给了我 当时的那笔钱 是她问会所老板借的 18 从回忆中正脱后 我和周昭妹说 我从没怪过你 相反 我还很自责 没有第一时间保护你 周昭妹错眉看着我 可是 是我害的你不能开飞机了 我散漫笑笑 女人不开飞机也能赚钱 她还想说什么 我打断她 周昭妹 我们都该往前看 我已经走出来了 你什么时候能走出来 周昭妹正正看着我 眼中又开始浮现泪意 我们还有可能吗 我深情又狠心的说 已经错过了 你该奔赴自己的 生活了 她终于没忍住落泪 随后冲上来 搂住我哭着亲吻我 声音磕半又颤抖 最后一次 让我再拥有你一次好吗 回家的时候 已经是深夜 虽说女人有泪不轻弹 但我还是弹了好几滴 今天 我和周昭妹 终于从那天走了出来 我终于有勇气 直面心声 家里 饭桌上摆满了做好的饭菜 李若女 在一旁垂眸坐着 我走到她身边 正想说刚才的事情 她先一步阻止我 不用说 你不想知道吗 只要你不说 我就会当做不知道 我正愣愣地看她 才发现她眼中有泪光闪烁 这个傻小子 原来她什么都知道 却愿意委屈到这种地步 得此贤夫 父父何求 我上前紧紧抱住她 不会有下次了 我已经走出来了 从今天起 我命给你 她也用力握住我的手 将我手掌贴到她胸口 掌心颤动 连接心脏和脉搏 透露出最真实和真挚的情感 我听到她嘀嘀笑了一声 好 全文完